金庸屬於國民作家 就是在今天只要是中國人 正常多少都看過金庸的書 分析金庸改編的電視劇 事實上國民作家每個時代都有 比如說在民國時代環豬樓主 寫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劍俠小說 然後又是神又是怪 張惡水同寫 他寫的這種元氣小說 在當時也是大江南北 風靈一時 那麼到我們這個時代 我相信已經沒有過啥個通寫 認為就是環豬樓主的這個文獻史比很高 大漫逃商 然後真正的就是在文獻史上留下來的作家 也就是魯姓啊張愛玲啊老舍這些人相反的 雖然在通俗文獻領域呢 就是在文獻史上 那還是會給環豬樓主啊張慡水同寫啊一寫之地啊 但是呢他們是不足以跟這個魯姓啊 跟張慡水跟老舍啊 等人相提並論的啊 哎 這時候我們再來看待 就是 金融的小說 我們首先要記住啊金融的小說是一個類型化小說 而偉大的小說是要超越類型化的 就是你去看世界民族啊 往往會發現一個特點啊 世界民族啊 都是很難歸類的啊 你說戰爭和平要歸到哪一類呢 同樣的復活要歸到哪一類呢 嗯 看起來表面上復活講的是一個 就是出軌的故事啊 好像應該歸在元晴吧 可是你要讀進去啊 你就覺得他媽的這個 元晴小說一定有個照片呢 對 啊 幾乎現在全人類啊 截至目前為止的世界民族啊 基本上是超越類型化 不被類型啊 所歸納 但是金融很糟糕啊 他的所有小說啊 就屬於武俠小說啊 當然金融小說裡面 有沒有能夠擺脫類型化呢 小說呢也是有的啊 也就是那麼一部啊 就是連城前啊 但是 即使是他 宣稱的所謂的法武俠 的陸頂記啊 也是 可以當成武俠小說看的 啊 我們也不否認啊 就是金融的小說 知識量很豐富啊 嗯 非常難得的將這個 東方的傳統文化 跟西方的啊 現代的啊 就是 寫作手法啊 結合得非常巧妙 但是記住啊 就是金融的小說啊 深度 是不夠的 他的所有的故事 都是靠巧而支撐起來的 任何 就是靠大量巧合 支撐起來的小說啊 是武俠延展 就是 小說所創造出來的世界 人文深度的 我們當然不否認了 就是偉大的小說啊 當然也會有 各種各樣的巧合 但是呢 這些巧合都會處理的啊 特別的自然和妥貼啊 讓人不會看到 就馬上就懷疑 如果是世界民族啊 這些作家 他們在 寫到巧合的時候呢 正常是 就是要展現啊 人類就是 陷入一種 日常困境中的無難啊 因為巧啊 而凸顯出他的無難啊 人的無難為例啊 但是呢 金融的小說啊 人物一道困境呢 要么就是 哎 我协會了這個六曼神經 要么就是 取得了所謂的 五目遺書啊 那麼在這樣的處理方式呢 自然也就啊 把人物的困境 給取消了啊 已經無所謂深不可言了啊 總之啊 我們看到金融的小說啊 很多人物的磨難 基本上都是 未來狠獲的模式 突然之間就化身了 然後呢 為了這個這些 吸氣效果呢 很自然的就會 犧牲了啊 就是人物的真實性啊 扭曲了啊 人物本來應該有的 自然想象 我們這裏就請這個 露點機作為例子啊 露點機起來特別長啊 然後呢 它在刻畫這個 社會層面上 有些尖銳程度呢 跟露心的阿Q正傳 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啊 這麼長的篇幕 篇幅塑造下來啊 微小寶 活靈活現的 明顯就比阿Q更加鮮寶 但是為什麼呢 我們只要看了這兩本書 馬上就會感覺到啊 阿Q正傳這本書啊 篇幅不長 但是呢 它的價值啊 是高於露點機的啊 問題在哪裡 就是露點機這本書啊 它的篇幅雖然長 但是它的意思太強了啊 在整個小說的行進過程中啊 讀者很容易被大量的 這種為小寶式的啊 功成名就啊 然後順風順水啊 給沖淡 我們在對照著看啊 就是魯興筆下的阿Q啊 那可是每件事情都打到沒有啊 哪怕是他呢 精心安排的啊 特別努力的地方呢 總是有一個啊 惡意來等待著他 結果最終呢 阿Q甚至是倒死了 都不知道 自己為什麼就死掉了 同樣啊 為小寶有沒有遇到這些出境呢 也有啊 看也有 像阿Q這樣 想要跟漂亮的女人睡覺啊 想要出人頭地啊 但是在經營的分開下呢 為小寶式的事情都成功了 啊 這就是一個深度的區別啊 柔性呢 啊 直面這個人類生存的困境啊 但是呢 金融切把這些東西呢 啊 輕描淡寫化啊 實際上如果把魯小寶 跟阿Q 同時放在同一個時代啊 給同樣的背景 那最終大家的命運都是一樣的啊 不會有太大距離 哎 真實的人物的命運 如果歷史上曾經的這個 康熙時代存在過為小寶的 這樣一個小人物啊 最終的正常結果是阿Q 正傳裡頭那個結果 而不可能是金融小說裡面的那個結果 很多人喜歡金融啊 還有一個理由是認為啊 就是金融在樹裡頭啊 巧妙的啊 任何地方都放上這個 中國傳統的這種 乳系乳道啊 這些文化觀念啊 甚至認為啊 金融小小說裡面啊 提到的這些中國文化啊 嗯 體現了啊 就是這個文化的重點價值啊 嗯 這種呢也是一個誤區 就是好像以為 中國的文化傳統觀念 嚴肅啊 在小說中放了 越多了 就可以提高小說的價值啊 一定要記住啊 這是一個很大的審美意識 要知道這個小說之所以成為小說 是因為作者創造了一個新世界 那麼呢 在這個新世界裡頭啊 小說的作者來看 他本身就是一個創始者 就是一個照顧者 他是根本無息啊 藉助所謂的啊 中國的啊 文化啊 這些因素啊 來提高自己 作為上帝的地位啊 一般來講呢 就是小說的作者 在小說之中 嗯 在創作小說過程中 他自己是一個上帝 他對所有的人物呢 是擁有審判權的 嗯 你在這個小說之中當上帝了 但是你 參照系 解釋啊 中國的文化啊 那麼很顯然的 就證明了啊 這個 作家 心力不足啊 我們可以看我們的四大民族裡頭啊 雖然充斥著啊 大量的啊 傳統觀念 但是這些傳統觀念呢 幾乎是 這個小說作家啊 隨手 念來的啊 也不用特別的在意這些價值觀啊 啊 水虎傳裡頭 狂狂孫生他們是中君啊 但是最終結果是什麼呢 最終是這些 不管是 中 還是義啊 這些價值觀啊 到了 書的絕景啊 都被粉碎了一地 水虎傳的作者 斯奈安呢 他 他作為上帝啊 他行使了自己的審判前 他把一些價值觀 徹底的啊 粉碎掉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在書中重新的 建立了一套 看起來跟當時的生活一致 那實際上是完全不一致的 這個道德回憶啊 當代的就是 痛苦小說 基本上 今天多數的讀者都會讀的啊 就是劉慈欣的山體啊 劉慈欣的山體 創造了很多啊 新的 就是概念和原則 比如說黑暗森林啊 他在山體之中 有能有借助到大量的 中國的這個傳統文化 可能大家覺得說 哦 對象臭啊 因為山體是有可能想說 實際上 山體裡面的啊 思維啊 所有的啊 無論是書想幹硬啊 還是其他的啊 就是 嗯 政府的運作模式啊 其實到處啊 衝刺著就是中國人的思維模式 但是呢 嗯 劉慈欣沒有在這套書中啊 制入很多中國的傳統文化因素啊 不需要 他只需要啊 把中國人的思維深度啊 展現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從這點來講呢 雖然啊 劉慈欣的文筆啊 是很差的啊 金融的文筆肯定是 這個劉慈欣好的 其實從通俗文學角度來講啊 山體的這個思想高度啊 也是隨隨便便啊 把這個金融給秒掉 實際上就是 任何一部偉大的小說啊 他必須可以承擔了一種 哎 文化現代性的 責任啊 然後呢 嗯 用一種全新的啊 我們當代的啊 這種人文價值觀啊 來轉現這部小說啊 而不是停留在 就是說 中國文化的奄奄流長之中啊 不可置法 鴻鴻鴻為什麼偉大 戰爭與和平為什麼偉大 它的根本原因就只有一個 就是 現代性 嗯 實際上現代性呢 是一個偉大的小說家 對於自己所存的時代 自然萌生的一種直覺 任何一個偉大的小說家 在解釋啊 當代人類困境的同時 也要和時代啊 共同漫進啊 與時激進的同時 甚至還要擬心一路啊 從這個角度去觀察的話 我們現在在這個中國有很多作家啊 嗯 哪怕是就是 嗯 批職文學的代表人啊 就是王碩啊 同學啊 從文學成就上來講 他也是比金融啊 高了好幾個好台階的 逃離舊傳統 跟創造新語句呢 是一個偉大小說家 必須承擔的這種 季節的 而又獨立的一個水運啊 嗯 比如說這個 《紅龍夢》啊 他就是對這個 傳統的啊 明清兩代非常流行的這種 材質小說 重新的啊 讓大家思考這種 材質小說 材質家人小說 能不能成立啊 然後呢 由此呢 創造出了一個新的啊 文獻犯式啊 因為我們在傳統的材質家人小說裡面 女人只負責提供色相 男人呢 負責展示才華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紅龍夢》裡頭啊 展示文獻才華呢 是女性啊 而男主人公啊 加寶一的師哥的水平 卻是非常一般 《紅龍夢》呢 那另外一個啊 很厲害的地方呢 就是把當時的日常生活的啊 女人啊 引入了這個小說之中啊 那幾乎我們今天通過《紅龍夢》啊 可以知道啊 曹雪奇說出的年代的那些古人啊 是怎麼說 說話的 怎麼交際的 怎麼日常生活的啊 那麼我們看到的這個金融的小說呢 那當然也想努力的啊 實現這裏 但是實際上他做不到啊 也沒做好啊 他有這樣的智傑和使命感 你也可以先看他的這個 嗯 神教杀一個後繼啊 他就專門啊 談到他在修改小說過程中啊 是對他應用的這些語言啊 該整個處理啊 有些口語 我為什麼要保留有些語言 我想要刪掉啊 金融還是特意的做了個說明啊 但是不管怎麼說啊 金融在創造這個武俠小說新高峰 新高峰的一個同時呢 他又自己呢 陷入這個題材之中不可治啊 他當然也 嗯 力圖就是去克服這種 嗯 救世的啊 白髮想說的那種 成就的語言啊 可是 嗯 他最終給我們的啊 展現給我們的啊 就看看你書裡的大量的新聞啊 嗯 實際上是一門死癖的語言 知道嗎 就是現在已經不再這樣說話了啊 就是說 單純從創造啊 就是心裡靜而言 即使是當代啊 有一些成就啊 比金融還低的 台灣的作家古龍 做的呢 都比金融還好 可能大家嘲笑這股 古龍的 哎 武俠小說啊 純粹是騙稿廢喔 一致一段 但是實際上呢 古龍吸起了大量的啊 西洋的啊 就是當代的就是創作手法啊 而且引進了大量的啊 心裡描寫 也引進了一些啊 偵探小說的一些套路啊 就是古龍的小說 我們一看就知道 那裡面是 現代人的思維啊 那裡面的語言啊 比這個金融啊 更加的鮮活 和伶俐 單純從這個創造 心裡靜而言啊 古龍的水平 都比金融還高啊 可能看在節目中的同學啊 都是金融到的 但是 我們現在談到的是一個 文學造語的問題 文學殿堂啊 他的門是很讚的 我是曾經寫過小說的人 然後呢 我這輩子見過的大量 就是現當代作家 在我們這個時代啊 就是出版過書寫過小說的 作者非常之多啊 就是中國的小說家 有一個過疆之距啊 那麼呢 真正能夠啊 登上就是文學殿堂 走進了歇史的這個 作者實際上是很少啊 金融先生已經死了 金融以他所寫的啊 這三十六部武俠小說的啊 要去跟母性呢 老神 張愛玲呢 去爭奪威脅 一些殿堂的一席之地 是很困難的 我個人非常喜歡金融小說 專門做好幾期的這個 露博節目 他自己開創這個 武俠小說的靈異啊 王者地位啊 其實到今天 也不可動搖 我所看到的 大量的 國內的 所謂的新武俠小說作者啊 無論是 副歌啊 還是倉業啊 還是小段啊 這些人 基本上沒有能力 已經挑戰了金融 金融呢 然後 後來討論到 香港的一個作家 他本人啊 的人生的波瀾狀況啊 原本就不是他的這個 武俠小說啊 所謂的 榮呢 為了 賺到錢 當時創建了一家報紙 叫做余報 然後為了維持報紙的生存 他就選擇了 撰寫武俠小說 金融的這個選擇 因為是投香港市民之所好 這個類型 會限制他的人寫照顧 完全花費 直接像他寫過一些段文啊 就是一些故事 實際上是在交代 曾經的前半世 然後講到 他家裡的 旅途人的故事 同樣的我們在這個 金融的小說 《黑城街》裡頭 的後繼 也有一個 他自己經歷了 跟家裡的 旅途人的故事 這些故事呢 都可以展現 金融的高潮 一些照顧 只是呢 他沒有走 這樣條路 春秋大義 則被選擇 我在這裡呢 對金融的議論呢 應該說是 一個文學殿堂的 標準性科技的 但是呢 金融 走不進這個 中國文學的殿堂 並不是他的詞語 他可能也很努力 因為呢 他寫完了 就是 三十六本 這個文學殿堂之後 他又 先後 花了 二三十六個時間 修改 像這樣的 就是 精神呢 多數的作家 是不基本的 但是他的這種認真呢 實際上呢 我個人認為 對於他 進入這個 中國文學殿堂 並沒有幫助 因為 他的物資架構就在那裡 然後呢 再怎麼修改 再怎麼努力啊 他的水平提高 也是有限的 其實 不僅僅是 金融走不進中國的 這個文學殿堂 實際上還有千千萬萬的作家 終極一生努力 也是沒辦法做到的 我自己也寫過小說 我也知道自己的水平 非常有限 正因為我寫過小說 才知道 金融就是什麼樣的水平 然後 無限是什麼樣的水平 作家這個職業啊 他的最終價值呢 他其實並不是 走入文學殿堂 其實只是一個標準 但是他並不是唯一的標準 還有另外的標準就是 一個作家 如果寫出了作品 能夠讓非常多的讀者 看見並喜歡 這已經是很好很好 命名 實際上是多數的作家 既沒辦法走進這個 文學殿堂 也沒辦法向金融那麼 深受到讀者的大作主辦理 說到這裡啊 還是要跟大家強調一點 我非常非常喜歡金融的小說 金融小說 每一步都轉 不管是一遍 任何的細節 細密之處 你們跟我說起來 正常你們跟我說起來 都知道 是哪一個書的故事 哪一個章節 我再討論 並不是為了貶低 謝謝大家